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炸弹头的游戏视频 今天我们来玩一款超级的开门游戏 刀子 门冲惊魂 看过我直播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 我炸弹头被这个游戏虐了无数遍 呃 超散的那种 以至于每天都有热心的小伙伴 自自不倦的就给我留言 所以我通关这个游戏 OK 立马安排 不就是一个刀子吗 So easy 睡觉我是超充粉的炸弹头呢 来吧 高级 哦 这熟悉的BGM 进入电梯了 先花一百大洋 买三瓶维他命再说 不要问为什么 问就是 他能让我在逃跑的时候 跑得更快 哈哈 介绍一下 这局我的队友 通常顶着一个小游戏的 是我的保镖 想不到吧 我玩游戏 还自在保镖 呃 另外两位黄毛 是谁来着 啊 抱歉 你们的皮肤实在太没有辨知性了 看保镖的皮肤 多有辨知性啊 每次在人群中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他 诶 到站了 门开了 赶紧冲冲冲 希望这一局我们圈员 都能冲到第一板扇门 OK 第一扇门打开了 冲吧 队友们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无论前面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都不能阻挡我们开门的脚步 到达第三扇门了 诶 怎么又要找钥匙啊 好吧 他们找到了 继续继续 诶 不错 找到一个打火机 这个房间好多柜子啊 似乎又要找钥匙了 没有 没有 哦 在这里 哦 在这里 喂 喂 喂 伙计们 我找到钥匙了 赶紧集合 第七扇门 第八 第九 哦 哎 不好 灯闪了 网匙要来了 赶紧地躲柜子里 哦 希望 队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柜子 来了 来了 哦 走吧 你走了 可以出柜了 哎 太黑了 赶紧离开这里 第十一道门 哎 怎么鬼 柜子怎么倒了 吓我一跳 第十二道门 哎 又来 第十五道门 第十六道门 第十七道门 哎呀 网匙又要来了 赶紧入柜 出柜 哎 不是吧 有一个队友 狗带了 太可怜了 居然倒在柜子前面了 第二十门 二十一 哎 这一关 需要我们把墙上的画 放回正确的位置 好吧 门开了 二三 二四 哎 又来了 入柜 出柜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十 第三道门后面 是一条长长的走廊 不会要开始追逐站了吧 哎呀 果然 一只眼睛的小黑子出现了 快跑啊 是一粒维他命 哎 卡住了 哎 不是吧 这就太快了 送出来了 没在打 没在打 哦 在这儿 快快快快 我有感觉 怎么在我后面 哇 送出来了 哎呀 好多黑手 哦 好吧 真功了 我真功了 拜拜了 你们 太好了 队友们也都健在 继续往前走 第四二道门 四十三 哎 灯又闪了 入柜 出柜 超丝滑的操作啊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入柜 出柜 四十九 完蛋 到图书馆那一关了 前五十关的最终BOSS 图书馆守护者 飞鸽 哦 好猫头的身材 长得有点像蜡条 哈哈 啊 好垮 拼土的蜡条 这关我们要全程蹲着走 因为飞鸽是一个瞎子 但是他听觉很灵敏 只要稍微发出一点声音 就会被他抓到 后果 你懂的 然后我们要蹲着 在书架之间 寻找藏友开锁密码的书 哎 保镖找到了一个8 对应的图形是X OK 我也找到了一本 保镖就找到了一本 先把密码本拿到手 一会儿可以用这张纸 找到正确的密码 啊 不好 怪物发现我了 躲柜子里面 让我和他玩心跳游戏 哇塞 心跳得好快 还好这个对我来说 根本没有什么难度 快走吧 快走吧 这里面没有人哪 哦 好吧 他走了 好危险啊 现在找到了七个密码 还差一个 正确的密码应该是 六九八七 还差一个方块 最后一位不知道啊 呃 也没有关系 就差一个 我们可以忙猜一下 哎 什么鬼 队友什么时候被干掉了 保镖也没了 不是吧 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好吧 看来只能我一个人通关了 六九八七零 不对 六九八七一 也不对 六九八七二 哈哈 开了 运气不错啊 试了两次就对了 哦 太棒了 可以离开这里了 第五十二道门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九 入柜 出柜 六十五 入柜 出柜 七十 七十一 入柜 出柜 七十五 七十九 诶 有一道铁门 什么情况 出来了吗 外面在下雨 好吧 继续前进 八十 八十三 哎呀 是这个讨厌者 Screech 堪称萌新杀手 他只会在黑暗中出现 而且会在你的背后搞偷袭 除非你在听到他叫声的时候 赶紧回头和他脸对脸 就能把他赶走 哦 不好 又要开始追逐战了 准备好我的维他命 好刺激 好吧 中途来了 九十四 又要百花 九十五 哎呀 被Screech就咬了一口 混蛋 太疼了 九十六 哦 不好 入柜 哎呀 这次圈是M陆雪 他会来回冲两侧 哦 好吧 他走了 继续前进 哎 什么鬼 啥情况啊 这是 他怎么又回来了 不是说好的来回两次的吗 这不科学啊 不过还好 我还可以复活一次 不然马上就要通关了 被干掉 实在太亏了 OK I'm back 我又回来了 继续前进 九十九 一百 打开打开打门 哦 又见面了 辣条怪 你还好吗 哎呀 跑 他下来了 快跑快跑 去二楼拿钥匙 哦 好吧 我拿到了 赶紧去电力间 最后的挑战 打开电梯电源 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开始 这是一个考验记忆力的关卡 我们需要记住所有亮灯的数字 然后按照它们出现的顺序 打开下面的开关 连续三次之后 就成功了 期间你可能会听到飞哥的怒吼声 不要担心 那只是他的无能怒吼 因为在开启电源的途中 我们是不会受到伤害的 OK 搞定了 现在我们只需要跑回电梯间 就赢了 哎 话说 飞哥现在在哪里 哦 不好 他在那里啊 快跑快跑 哎呀 不是吧 我真的是 哎 我干嘛要回头找他呀 哎 都是我的错 明明差一点就通关了 哎 好吧 可能这就是人生吧 主要留下一点点的小遗憾 没有遗憾的人生 就是不完整的人生 玩游戏也是一样 没有遗憾的游戏 不是好游戏 嗯 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 是的 相信我 真的是这样 哈哈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 关注一下收藏哦 那么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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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